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收看最新一集的文杰 那波经法国中场球星二年三十岁的普巴 去年一场比赛之后 弱检呈现阳性过不了关 于是近日传媒广泛地报道 他将要被禁赛四年 普巴自己收到这个消息声明之后 表示难过伤心 甚至乎形容为心碎 他说自己所建立的职业生涯出来 一下子就全部被剥夺了 于是他决定要提出上诉 要说回一件事情 就是判罚他这个世界反兴奋制组织 即是反禁药组织 WADA曾向他提出一个和解的协议 就是说你肯认罪 并且承认你没有主观意图服用这些禁药 刑期是可以大幅削减至一半 我们现在猜测一下 禁赛禁居四年 一半就是两年 两年真的差很远 普巴和他的团队很厉害 坚称自己是没有罪的 不接受这个和解的协议 你不接受人家是生气的 而且查到你的结果 真的呈现阳性 你不能走的 所以大家认为 他上诉的成功机会率有多高呢? 像龟神所说的 应该是渺望和没有 不过大家不要以为 普巴真是被禁赛 他真是这么伤心难过 事实上这个人 过去曼联已经有职可尋了 过去祖云达斯这两个团队 简直是脱子猴子 当然 他也曾经遭受过严重的伤患 但是在去年查到 那个检测呈现阳性之后 祖云达斯已经马上停止他一切的东西了 不需要他再上阵 就是禁止他赛 但这段期间 他真的有他的精彩 包括了 飞去马德里 出席他的好朋友 荷兰国脚敌比的生日会 而嘉宾身份出席这个耳甲的国家打比 更加最近又报清受伤 但是你看到他铺一些照片 看到他在瑞士滑雪 你说这样的举动 有什么办法 不激怒祖云达斯的球迷 已经有广泛的球迷 也要赢了他 一个高薪低能的球员 一个出功不出力的球员 对于一个曾经拿过世界杯冠军的球星来说 或者叫做世界一度的最佳中场球员来说 真是很难相信会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 不过这样的事件发生了 相信有两个单位都比较开心的 第一个就是法国国家队的教练迪金斯 是2018年世界杯普巴是绝对最大的功臣 不过现在近两年如何安放回普巴 如果他健康呢 都真的想到头都大 现在很久的索性不用想了 不过我相信这方面的烦恼也不是太大 烦恼比较大的就是祖云达斯 本身这么高调请他回来 合约总价值是3000万欧元以上 年薪到800万欧元以上 现在不用了 一切都停止了 但也要给他工资 原来最低工资 发放每个月是2000欧元给普巴 所以说普巴上訴 他肯定是想继续出功不出力 但你当别人是猛的吗 祖云达斯省下这一大笔 就真的差很远 二甲现在有哪间球会 不是经营困难的 你真是帮到祖云达斯很多 可能祖云达斯还要多谢你 为什么是什么叫高薪低能 事实上去到祖云达斯一季多些的时间里面 总上阵时间只是213分钟 也有一个助攻的 那你想想一下 这么久的时间 虽然他也有一次重伤的伤患 实际上213分钟来说 一场球90分钟 即是三场足够的比赛时间都没有 好了 也要明确点说回这件事件 就是去年的8月20号 23到24球季二甲开落 祖云达斯第一场 对完乌达尼斯之后 普巴在接受药检的时候 就显示到他的高院和他的检测 就呈现阳性 于是乎就被祖云即时暂时禁止他赛 去到15号 之前我们当的那个是A sample的检测 10月5日便是B sample的检测 同样复检之下 结果仍然呈现阳性 于是乎这件事件 马上进入司法程序 到12月7日 反兴奋制法庭首席检察官 拿华尼先生 展开了一个调查 调查到12月底结束 他建议将普巴禁赛四年 之前说过 和解协议普巴不愿意实行採用 坚称自己无罪 我们看看他和他的经理人团队所述的理由 也挺令人提笑皆非的 他表示普巴对于运动医学方面 一无所知 之前误讯了容医 治疗他的脚膝头的伤患 治疗得不太好 所以经常反复发作 这次其实也是类同的 这次他错误了一位美国朋友 提供了一些宿泊文 一些保健品 原来是金药 抱歉 我不知道 这些理由 不过祖雲大师 不知为何经常中这些招 记得在季初的时间 他们的年轻中场球员 法基奥利 因为赌波案件被查到 于是乎要被停赛 当时他表示认罪 亦肯协作 推出其他球员 纽卡素的中场球星 当拿利 就这样推出了 于是乎 他又获得球庭的轻判 大家详情 看回我这一集 《世界球坛超短波》的节目 就会知道 OK 法基奥利 现在贵宗又轮到普巴 普巴自从离开了曼联 这两年的时间 他是有些不太好过的 亦有其他的因素存在 可能会令他在自己的精神意志的判断 亦会比较差 我想可能会比较差 包括在卡塔尔世界杯举行之前 他自己先落算了世界杯大军 因为他的受伤 受伤这一件事 我们稍后再说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他二个同样的足球员 这位基奈牙国脚 就是马迪·阿斯·普巴 就说有件事要爆 爆我弟弟普巴 有些坏事做出来 向谁做这些坏事 向麦巴比做这些坏事 于是普巴也是反向 哎呀你是我亲哥哥 你这样 之前想绑架我那件案件 其实是我二哥策划的 大家亲兄弟 搞这些丑闻出来 有多噁心 说回普巴想对麦巴比做什么 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想找一些巫师 向麦巴比施奏 即是自己参加不到世界杯 又想向自己国家队的队友 那麦巴比 下一些诅咒 那不太行 当然这些说法 就没办法到百分百证实了 另外一个令到普巴更陷落的趋势 相信就是拉伊奥娜 这位吸血鬼经理人 相信他的吸血程度 除了文迪斯之外 他也应该排在二三位之间 拉伊奥娜手托着什么球员呢 伊巴希莫域 巴洛迪 巴洛迪 和普巴 哇 真是吓死你 唯唯说出世界性格巨星 不过伊巴希莫域 也叫做把他纳入了正轨 虽然他经常转会 这个经常转会 是拉伊奥娜的操作 但起码 伊巴希莫域 下场比赛的态度 那个功力 起码球迷是信服的 巴洛迪 我觉得巴洛迪 不是管理得太过成功 巴洛迪 很快就借了他 最高峰就是2012年的欧洲国家贝 普巴 普巴也很疼他 可能普巴和他之间有父子情的感情 如何管束着这个球员 虽然过到曼联那六个球季 都经常闹转会 这是拉伊奥娜 吸取佣金的方式 事实上安排他 离开肺格讯 敢和肺卓爷说不 又是拉伊奥娜 帮助到他 在祖云塔斯四年的时间里 踢得非常出色非常好的普巴 再到转头回到曼联的时候 这些一出一入 辞到拉伊奥娜 吃了几方面的茶礼 他自己都带了四千万欧元的佣金 这些都是 已经是传媒写了很久的故事 起码 要这样看一件事 拉伊奥娜 借助球员赚钱 但不代表他对每一个球员 都这么冰冷 他对伊巴希莫域 他对普巴 或者对巴洛迪尼 都是有真情的关顾 而且我们从公利方面的角度去看 你要球员继续 跟你赚钱的话 你也要他继续在踢球上 球场上有表现才行 这样普巴起码一直到 曼联的最后一个球归 我们还可以以球员的身份 称呼他 也不能太多说出功不出力 高身低能 但是 2022年的4月份 拉伊奥娜 因病离世 顿时就失去了医靠 所以大家看到 普巴由22年开始 年中开始 你看到他的运程 一直都是一样的 包括刚刚回到总文达斯 没多久 22年的时候 遭遇到十字印带的伤患 非常之严重 我们有理由相信 如果拉伊奥娜 仍在世上 可能会劝他 立即 採取一个手术 尽快康复 赶紧一切 年底的卡塔尔世界杯 但是当时 他就是 不愿意做手术 因为可能 没有什么人 给了很多实质的正面见解 结果他等着等着 不对劳 决定再做手术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太迟了 赶紧到卡塔尔的尾班车 从此可见 世界杯子不能够入选大军 对当时的普巴来说 相信 仍然会有一定的打击 没有了拉伊奥娜 这个经理人 对于他的影响 都相当之大 就是这样 也要再说 就是曾经一到的 世界最佳中场球员 普巴 在他fit的阶段 无论他长传的功夫 后想功门 不论头锤 以及软射的能力 以及追截对手的能力 都相当之高 我很欣赏他在第一期 在祖雲达斯的演出 我直接有个联想的想法 就是 有他在阵中 早记就好像踢多个人 好像踢十二个人 可想而知 无论他在球场上的 覆盖范围 好像一个逆风 落到底传中的 也是他 后想功门也是他 抢截的也是他 那时候普巴 在球场上的表现 还是很乖 非常可惜的一个人 现在才30岁 对上那几年 依然在自己的黄金阶段 但是他是糟蹋了 当然 反一个角度 你也可以这样想 只不过30岁 他已经赚到这么多钱 也拿过一届的世界盃 这些是很多球员 穷一生之力 都达不到的 看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 但现在有一句问你 普巴的球员生涯 是不是已经是玩完了 你认为又是怎样呢 OK,今集节目时间就到这里